A股今天尾盘跳水,开始出现亏钱效应 很多人都关心明天周四股市会不会来个黑色星期四 接下来我们详细讲一下A股跳水的原因 以及明天股市怎么走 首先今天A股缩亮了 但是外资并没有砸盘 基本上跟外资说的差不多 就是说外资看好 已经是持续不断的连续流入A股 所以说大的方向和格局 大家不要怕 大家不要怕不要慌 彭博社讲的再度将目光聚集到中国股市 并发文预测中国股市的牛市即将开始 这次要相信彭博社 任何的下跌应该都是比较难得的上车机会 这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股市跌了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不是说跌一年 跌了好多年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跌了不要怕 不要慌 就是说到底选什么方向 选什么板块 这个完全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每天消息的轮动 你会发现A股今年的这个 几乎就是完全是一个消息史 我们现在的股市可能是因为自媒体太发达了 以前的自媒体不是这么发达 出了个消息人家也不知道 散户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自媒体呢太发达了 稍微出个体材出个概念 很快就铺天盖地要来 那么今天呢 尾盘跳水呢 肯定是跟这个人工智能是有关系的 那么人工智能有两个消息 一个是欧洲议会通过人工智能法案 这个人工智能法案呢 其实短期肯定有点影响 对吧 但是长期呢 长期呢 长期是利好 短期肯定有影响 它是以523票赞成 46票反对 19票弃权通过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能法案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欧洲 他率先推出人工智能法案呢 这个就有一种说法 说是 有一种说法 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 美国 美国忙着创新 中国忙着制造 欧洲呢 忙着立法 因为什么呢 欧洲它既制造不出来 它又创新不出来 你看这个互联网 互联网什么Meta 谷歌亚马逊这些 基本上都没有在欧洲 欧洲呢 还是一个偏制造的 这个高端制造的地方 那么 美国创新好了 过之后 我们世界工厂 我们制造 欧洲呢 它是制造不出来 然后呢 它又创新不出来 怎么办呢 它就 它就这个 立个法 你出败了 罚款 罚款 像欧洲的这些巨头们 被罚了很多很多钱 当然了 欧盟呢 无异多人口 而且经济又比较好 确切实实 各方争夺的市场 所以说呢 它往往就是立一下 哎 你这个到时候出败了 我要花你钱 啊 那么 这个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传言啊 这个是传言 真的假的 不知道 啊 说是传言 下跌的原因找到了 所以说是爱而惹的货 其实今天呢 嗯 人工智能的最大龙头 五千多亿的最大龙头 今天出现了一个大跳水 呃 大跳水的原因呢 一个方面说 最近可能要发业绩 第二个说是什么呢 就 OPI 文本视频大模型 嗯 这个是 今年年初最强的一个板块 人工智能板块 那么人工智能板块 因为上涨 就跟这个收啊 有关系 呃 对吧 最长六十分钟的视频 那么当时呢 被这个业内惊验 但是呢 现在这个收啊团队说 OPI文本 视频大模型 现在仍处于一个研究项目 还不是一个产品 短期内不会向公众开放 而重点是在什么 短期内 短期内不会向公众开放 这关键的是 甚至没有任何时间表 短期内啊 它不会向公众开放 甚至没有任何时间表 另外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呢 也下调了对其 生成式AI的预期 受此消息的影响 A股市场的相关概念 吞吞 纷纷突然出现 一波跳水 导致呢 大盘只说 急速下差 看到没有 也就是当前最火的 生成式AI领域 传来两则 利空消息 一个是收啊 收啊说了这个 短时间内 不开放 也没有任何时间表 这不是一个产品 还有亚马逊呢 对这个巨头下调了 生成式AI的预期 所以说呢 就跳水了 这呢 是人工智能两个消息 对这个市场呢 可能短时间 都有点利空影响 主要是 涨了有点多了 有点怕 所以科技股今天 相对来讲 有一定的调整 A股总体最近还是什么 它还是在 快速轮动 你看周一涨的是人工智能 周二呢 就换成了新能源 昨天呢 又换成了房地产 和酿酒 今天房地产 直接就跪倒了 就是每天的一个热点 盘后呢 关于新能源 还有汽车呢 出了点利好 适当降低乘用车贷款守护比例 合理确定汽车贷款期限 信贷额度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最近汽车板块走的还是挺强的 什么华为系啊 这些汽车板块 最近走的还是有点强的 汽车板块呢 应该以后是 除了房地产以外 就是对中国经济 至关重要的一环 而汽车板块呢 整体还算是 有点利好 啊 除了汽车板块以外呢 那么 盘后呢 还有几条消息 对这个盘面影响比较大 给大家稍微读一读 首先呢 这个股市最近走的不强 跟减持是有关系的 那么人家就 就这个标注了一家公司 叫做曾思通 人家说曾思通干啥 啥不行 减持第一名 业绩越来越差 但是呢 他靠着人工智能 靠着算力 加华为概念 在A股混得丰收随即 股价刚刚有一点起色 上了一个新台阶 还不能股民开进一回 减持公告就来了 股价呢 随即迎来大跌 别的公司都是忙着 增值自己压的股票 但增值所的高管呢 却忙着高位套现 这个次家股东都没有信心了 你还指望着资本市场 对其有信心 奉献大家一句 真爱财富 远离减持股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A股啊 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为什么A股涨到三千里 就涨不上去了 上市公司质量太差 你看人家苹果公司 人家这个英伟达 人家上涨过之后 还在回购自己家的股份 对吧 都没什么减持 但是你看 对吧 你看这个A股 刚涨一点点 就开始减持 对吧 靠着人工智能 算力加华为概念 其实你要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也是这样 随便减持一下 几辈子都花不还 新一顾干公司 这多少年才能干成功呢 多少年还这么聊这么多钱 所以说A股呢 主要还是这个 主要还是这个减持猛于虎啊 但是好公司呢 又太少 这个也没有办法 中国的科技呢 它毕竟是 发展比较慢嘛 发展比较晚 你想达到这个 还有点难 最好的华为 人家也没上市 这个基本上也检视了一下 这个基本上也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这个股市啊 它走的这个 就是 就是很难就是持续性的走强 就是这个减持啊 太厉害了啊 台湾知名媒体呢 集体畅作中国的资产 未来12至18个月内 中国可能成为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 这也是北向资金呢 在持续流入 EBN是减持 但是北向资金 它也不可能买 真是通这种股票 今天的北向资金流入呢 主要就是你流入了宁德时代 实际上它也没怎么买 流入了15个亿 买了宁德时代 买了12个亿啊 所以说呢 外资呢 它也是买一些大盘股 买一些这个大白马 未来12个到12个 18个月 中国股市可能成为表现 最好的股市之一 这句话 说的还是挺爱也开心的 这个 后面就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北京 结束股市大跌的决心 经济和盈利 正在回升的迹象 以及外资流入的回归 让中国海外投资 管理公司的投资者 有理由相信市场 正在触及办案 弗兰克林 邓普顿 新银市场 股票投资的经理说了 许多公司和行业的 收入及盈利 继续复苏 这应该有助于 这些企业行业的股价上涨 我们还预计 房地产以外的行业 将随着时间的退役 形成并变得更加强大 这使得经济 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 从房地产转型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外国的一个分析师 但是我觉得 这个外国的分析师 他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他说了呢 这个彭博社说的 在经历了过去一年 多的折腾之后 一些投资者看到 中国股市近期反弹 可能有不同的证据 一方面是北京 结束大跌的决心 这个瑞银 瑞士银行 预测的是 花了4200个亿就是 然后呢 这个弗兰克林 邓普顿呢 他这个分析 我觉得分析挺好的 人家这个金经理啊 我觉得这个讲话 讲的特别有水平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是许多公司 和行业的收入及盈利啊 继续复苏 这应该有助于 这些股票和行业的股价上涨 他们还预计啊 出房地产以外的行业 将随着时间的退役啊 形成并变得更加强大 哎呀 你看人家说的多好 对吧 除了房地产以外的 这个行业 会随着时间的退役啊 变得更加强大 这使得经济啊 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 从房地产转型 其实本身就是要 从房地产转型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基本上脱离不了这个 走法 就是首先工业 先搞房地产 房地产它带动了这个就业啊 带动这个 只有让你背负房 那你天天才能好好上班 你都不买房 你怎么会好好上班呢 那当年日本也是这样啊 当年的美国也是这样 首先你都要经历过房地产 现在越南也是在经历房地产嘛 然后呢 当你这个房地产强大了的时候 其实其他产业 它也会跟着发展 然后呢 再从房地产转型 但是人家就讲了 随着时间的退役 预计出房地产以外的 这个行业 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这使得经济 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 从房地产转型 这个讲的特别好 3月11号的时候 中国成长创业版本 只说技术性牛市 从最低点反弹了20% 所以说进入技术性牛市 未来的12到18个月 中国可能成为 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 然后摩根斯坦利呢 摩根斯坦利还有一份分析报告呢 也说了 他说 全球长期投资者 已暂停抛售中国的股票 一些基金的悲观情绪有所减缓 尽管近期有所上涨 MSCI指数呢 估值仅9倍 但是同期的标普普尔500指数 和MSCI印度指数基金呢 均超过20倍 那我们的MSCI的中国指数 估值只有9倍 但是同期的标普500的估值是20倍 这个MSCI印度的基础呢 它也是20倍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不对 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 多资产量化解决方案投资组合的经理 叫李伟表示 中国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长期投资市场 估值较低 你看 我觉得这几个基金经理讲的都非常好 这个对吧 巴黎资管的公司也说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呢 就是说这个叫做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是美国一个非常伟大的总统 起这个名字就比较牛 这个邓普顿就说了 我们还是有希望从房地产转型的 对吧 这讲得非常好 所以说呢 一方面只要你选择一些 因为最近马上要花业绩了嘛 我觉得还是一些大盘篮球股呢 可能这个更稳健一点 更稳健一点 所以说你看北项资金呢 倒是在持续流入的 大家看好A股的时候还好 我只能说还好 还好A股今天涨 A股要是今天不涨的话 那真的是没法做人了 那我们这股市真的是没法做人了 你看这个欧洲 斯托克50指数啊 突破5000点 为2024年以来的首次 他是 他是怎么回事呢 这2000年以来 欧洲呢 当时这个 突破了5000大关以后啊 这个欧洲的这个斯托克指数呢 就就一直在跌了 就一直在跌了 然后呢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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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2000年时隔24年终于这个斯托克呢再一次战上了这个再一次战上了这个5000年这个事情隔了整整24年啊 24年就是人的一半辈子快没有了对吧 其实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呃欧盟能够站上5000关口的因为2000年大家知道这个欧洲啊当时他搞了个欧盟然后呢搞了个欧元 其实你要知道当时啊这个苹果公司还没有诞生 世界上最强大的手机其实是诺基亚 诺基亚是芬兰的嘛 对不对 就是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还没有产生互联网革命 什么苹果呀亚马逊呀 谷歌呀 麦特呀 这个这个微软啊 还没有啊 当时的手机最强的还是还是欧洲呢 欧洲人家的这个芬兰的诺基亚呢 所以说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欧洲是非常强大的 欧盟刚刚成立的时候人家以为欧洲要崛起了 对吧什么英国加法国意大利德国对吧 人口就就就就跟美国差不多经济总量 当时的欧盟的经济总量是比这个呃 美国是要大的 结果呢老美搞了个什么搞了一个 对吧 当时这个北约轰大南联盟嘛 啊一下子把欧元给打残了 当时的萨兰姆也是觉得 哎呀这欧洲这么强大的啊 我准备用欧元结算这个石油 结果这个萨兰姆就被老美给收拾了啊 你敢用欧元结算石油 你这不是要你这不是要上天吗 啊结果萨兰姆就不就不就被那场了 但是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欧洲是非常强大的 知道不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真的是世界高端自扰 对吧 呃这个有空客飞机有诺基亚 只是后来他错过了移动互联网啊 那么四个24年呢 终于又站回了这个5000点 主要是靠什么呢 是阿斯麦啊 还有这个斯艾福和路 路威宣明 这个路威宣明呢 就是SV 就是LV LV包包对吧 还有一个阿斯麦 一个科技 一个消费 这三只股票呢 占到该指数七年 呃涨幅近一万 呃所以说呢 他还是还是很强的 股民挣钱了就消费吧 啊 股民挣钱了就消费 还好 我只能说还好 还好今年股市呢 他没有跌 要是今年股市再跌 咱真的没法过了 你想想 外围股市天天涨天天涨 欧洲还打仗呢 打得这么激烈还打仗呢 那那人家都涨了 那你说咱们要是再跌 今天再跌 跌到第四年 那真的是没办法 没办法形容啊 是不是啊 没办法 没有没有办法形容了 嗯 不过呢 最近呢 其实股市就是走得不强 跟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 新基金发行啊 对外一分钱都没有募集到 呃 这个多只新基金 外付投资者为零元购 就是没有新基金 没有发行 就是没有 就最近有些基金发 发没发出去 看到没有 呃 发起次基金 争议再起 这个发起次基金 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基金呢 就是就是当年 高位打清浙江国祥那种基金 你比如说要互生三百啊 啊 比个打比方 像华泰的互生三百 这互生三百 他就买ETF呢 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 基本上他就买一些大权重 反正大家多少是东西啊 比如说买茅台啊 买中国平安啊 买招商银行啊 他又没乱买 对吧 你比如说包括什么呢 呃 包括行业式基金啊 比如说他选的是芯片ETF 或芯片基金 或者新能源基金 那新能源呢 他可能就买个宁德塞啊 买个比亚迪啊 对吧 买个什么 呃 有农机股份啊 他就买这些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其实他就属于标配 他不不存在什么利益输送 他不存在什么高位接盘的情况 但是他这种叫做 他这种基金呢 呃 他这种基金呢 他是属于呃 就是灵魂性基金 他可以随便买 发起司基金啊 他可以随便买 就是我想买哪个股票 买哪个股票 我也不 我我不 他不像新能源 我只能买新能源 他不像是说芯片 只能买什么中芯国际啊 这些呃 这个什么 这些公司啊 那么这个发起基金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 就是他想买什么买什么 你怎么知道 他买的这个公司 不存在像那个打新浙江国际呢 他万一是高位接盘怎么办呢 对吧 他看他他高位接盘了 亏了反正股民钱亏了 他他又没亏钱 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 这个新机发行啊 对外一分钱都没有目击到 啊 因为这些发起司基金呢 一下子被搞 名声搞臭了 被这个浙江国际打新 那个名声搞臭了 就是信任啊 是非常难建立的 一旦信任坍塌过之后呢 再想恢复就很难了 不管你这个基金 到底是不是 就是高位接盘 但是有人担心是高位接盘 那些行业基金 就是赛道类的基金 反而还好一点 因为反正你说 他九的基金 他反正就买 贵州茅台五粮业 他又不会乱买别的 怎么可能说 哦 九的基金到时候 会买一个什么真实通的 那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这个发起司基金啊 没有人购买了 没有人购买了 这个是属于信任一旦崩塌呀 是非常非常想再一次就很难了 啊 你看这个对吧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真实通 对吧 你要是发起司基金 他的股票是可以随便变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高位接盘 对吧 所以说中国股市在那三千年减持也陆续常态化了 对吧 A股的各亚上市公司的股东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减持 发减持公告了 散户表示买不完 根本买不完 对吧 哪些公司呢 你看巨星龙木啊 还有什么铜星达 还有这个天山电子啊 还有这个什么百华人气 你看看不过来啊 这个还有什么万万这个万里洋 你看都看不过来 根本买不完啊 根本买不完 知道不 那你说这个这个基金 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去高位这种接盘呢 这种发起司基金有没有可能高位接盘呢 所以说呢 发起司基金啊 就是灵活配置这种基金啊 我估计以后就悬了啊 就就就非常悬了啊 不过呢 今天股市整体行情还不错 900家私募已经开始赚钱了 仓位创了三周新高 嗯 接着二月底啊 有业绩记录的三 有二月底啊 有业绩记录的这个3134家私募基金 股票策略 二月份业绩大涨9.14个点 还是挺厉害的啊 二月份涨9.14个点 但是呢 私募年内收益啊 均值仍为4.24 就是私募的年内均值啊 4.24还是亏的 其中900家私募股票年内啊 实现正收益 呃 实现正收益呢 是28.72% 就是已经回本了的 2024年已经回本了 占到28.72%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以来啊 主观私募罕见跑赢量化 百亿私募前两个月的排名啊 前十名无一家量化 啊就是量化基金的年初大跌 然后前十名没有一家设量化基金 其中呢 东方港湾和这个瑞浦投资 年内收益超过10% 此外呢 股票私募连续两个月 加仓 仓位只做持育回暖 创出近三周新高 在今年前两个月的 就是百亿私募里面 这个普瑞投资和东方港湾 东方港湾是第一名 普瑞投资呢 是这个普瑞投资呢 是第二名 已经收益超过10%了 去年大家记得吗 2023年 2023年 全市场排名第一的就是东方港湾 2023年就是东方港湾 是整个股市排名第一的私募 然后2024年东方港湾又是第一名 2024年啊 东方港湾前两个月又是第一名 而且又超过了10% 为什么呢 因为东方港湾买的是英伟达 去年就是靠着人工智能 去年这个整个 2023年股市在下跌的情况下 东方港湾靠投资美股 靠买NAS ETF 靠买英伟达 然后呢 这个实现了去年22% 全年22%的政争 因为大湖跑游户是在买 今年呢 前两个月 这个人家又取得10% 今年说不定能取得20%的成绩 连续两年能够实现20% 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说淡冰还是挺牛的 我在2016年17年的时候 我就读过淡冰的时间的玫瑰 其实后来想一想 淡冰的时间的玫瑰 其实很多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这是一本好书 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呢 哪天可以去看一看啊 然后呢 今天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有道理的啊 就是说呢 这个有一个有一个网友啊 呃 他呢 今天发了个言 然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那他发一个什么言呢 他说他从16年 他从2016年开始买股票 没有赔钱 没有赔钱赚了四个脸 就是他他这个2016年开始买股票 呃 201年开始入市 那么现在总共加起来几年了呢 这个8年了 2016年到现在已经8年了 那么8年了呢 他总共就赚了四个脸 啊 8年的时间总共赚了四个脸 但是他的股票账户竟然显示 他领先了82%的客户 啊 他竟然就是说 就是通过这个8年啊 比如大家知道这个统计数据 有时候能统计嘛 他说能够这个领先82%的客户 你想想这是相当牛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在这个8年的过程中啊 可能99%的客户都是亏钱的啊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 这里出个股材 那里出个股材 这可能性啊 不是很大 但是他从16年开始 确确实实 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现在回过想一下 就是2016年到现在的这几年过程中 这个这个2016年到现在 可还真有可能啊 他赚四个脸就领先了8%的人 因为你看2016年 当时大家知道2016年 这个熔断 对吧 这个熔断 这个熔断 这个熔断从3500点跌到2600点 好不容易呢 17年反弹了脸 结果18年来个贸易战 后来呢 19年 这个全年震荡 2020年口罩来了 结果21年到现在为止又跌到了 这个又跌回来了 啊 21年 又跌到3000点了 那你说2016年的时候 当时他确实是3500点 2016年的时候 当时他就是从3500点跌下来的 比如说2016年到现在为止呢 就隔了8年 3500点变3000点 点位止错还少了这个500个点啊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对吧 因为他毕竟是从3500点跌下来的 所以说他说这个最近八年的过程中他只赚了4% 但是账户呢 却显示他确实领先了82%的客户 啊 你看 你说牛不牛 所以说这个还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应该他没有骗你啊 赔钱的呢 这个基本上占到80%以上 赔钱的基本上占到80%以上 2024年收益率对吧 收益率17% 已经领先了99.19%的客户 2024年收益率17%已经领先了99.16%的客户 所以说A股啊 确确实实这些年表现的太差了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数据呢 其实也是希望 你想想 2016年到现在为止 股市2016年股市开始下跌 到现在整整八年了 八年从3500点跌到3000点 跌了整整八年 所以说你你就是涨一点点 就涨了一点点 你不要慌 你不能说我就涨一点点就慌了 都八年了 结果八年还跌了500个几点了 那有什么好慌呢 所以说千万不要慌 啊 嗯 接下来呢 总体还是要胆大心细 然后注意好节奏 反正每天股市都有炒作的方向 要是假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呢 稍微熄火一下 我估计这两天高股息应该反弹了 因为最近这两天高股息呢 一直在调整 那科技股不涨了 那不就会开始防守了吗 所以说明天呢 应该高股息吧 应该还值得关注的 啊 最后不要忘记点点点关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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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